这个视频讲最大公因数 怎样求出12和8的最大公因数呢? 首先,分别写出12和8的所有因数 12的因数有 1、2、3、4 5不能整除12,所以5不是12的因数 2、6、12,所以还有6 1乘12等于12,所以12也是 8的因数有1、2 3不能整除8,所以3不是8的因数 4能整除8,所以有4 1、8得8,所以8的因数还有8 我们可以看出12和8的公有因数是 1、2、4 它们就叫做12和8的公因数 其中4是它们公因数里最大的因数 所以4就是12和8的最大公因数了 再做一道题 求出25和20的最大公因数 25的因数有 1、2不能整除25 3也不能整除25 4也不能整除25 5能整除25 所以5是25的因数 还有25 所以25只有3个因数 一个数的因数一般有偶数个 也就是乘对出现的 那为什么25只有3个因数呢? 因为25等于1乘25 等于5乘5 而5等于5 所以25只有3个因数了 20的因数有1、2、4、5、10和20 25和20的公因数有1和5 其中5最大 所以25和20的最大公因数是5 继续下一题 求出5和12的最大公因数 5的因数很简单 只有1和5 通过第一题 我们知道12的因数有 1、2、3、4、6、12 5和12的公因数只有1 所以它们的最大公因数是1 公因数只有1的两个数 叫做互质数 这里5和12就是互质数 接着我们再练习一道题 求出6和12的最大公因数 6的因数有 1、2、3和6 12的因数有 1、2、3、4、6、12 6和12的公因数有1 1、2、3和6 它们最大的公因数是几呢 1、2、3和6中 6最大 所以6和12的最大公因数是6 1、2、3和6、6、16 Henriلي 4、17 memoir的1、2、3和6